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04集 那能娶公主吗 许清安一路上受到无数诧异的目光 打羹人也好 立元也罢 一个个目瞪口呆的看着他 铜锣许清安殉职的消息 早就传遍整个衙门 这几日呢 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用前世的标题来写 就是震惊 铜锣许清安返回 未公都惊呆了 前途无量的铜锣 在云中做了什么事 竟毁了他的一生 可是现在呢 看见死去半月的许清安 生龙活虎的出现在衙门 还热情的挥手和大家打招呼 打个人满脑子的问号 大白天哪 鬼魂也能进咱们的衙门 话说人死之后 就变得如此英俊 怎么办呀 这是许宁燕的鬼魂 咱们不好出手吧 魂飞魄散了就不好了 你是瞎子吗 鬼魂哪有影子 那可是许宁燕的胞弟 许宁燕哪有这么一表人才 许清安在一片议论声中 来到好奇楼 守卫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我要求见魏公 速去病告 守卫一步三回头地进楼 片刻后下来 魏公有请 许大人 您不是 不是 许清安摸了摸自己的脸 用唇厚的声线回复 我是许清安的胞弟 奉魏公之命 接替兄长的职务 原来如此 许大人高兴大名 许倩 是卫星说 怎么听着像个娘们的名字 然后呢 表面上恭恭敬敬地说道 您请进 进了好奇楼 登上七楼茶室 许清安见到了 月余未见的魏冤 他依旧穿着华丽的青袍 两鬓斑白 眼角有着浅浅的鱼尾纹 儒雅俊朗 是一枚气质与外表 俱佳的老帅哥 以我现在的颜值 将来老了 肯定不比魏冤差 许清安抱拳朗声道 卑职参见魏公 魏冤有些恍惚 闻合道 坐吧 破天荒的 魏冤亲自给他 倒了一杯热茶悠悠的开口 好好说一说 云州的事 此事说来话长 许清安把云州的经过 巨细无疑地告诉魏冤 包括李妙真二号的身份 天宗圣女的身份 除了神书和尚关系重大 其余的事他没有任何保留 主要是魏冤太聪明 隐瞒太多会被察觉 再就是 大宦官是真的重视他 栽培他 许清安投桃报李 对魏冤很信赖 果然 魏冤喝了一口茶 好 杨千焕一直跟着你 许清安先是一愣 有些错愕 他也不傻 立刻意会到了什么 杨师兄为什么要跟着我 他自然不会无缘无故跟着你 依我对此人的了解 除了喜欢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其余事 他是不上心的 伟员笑容莫测 但 如果是坚政的意思呢 坚政知道我的秘密 如果是他受益的 那也合情合理 许清安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下魏冤 大支若妖的魏冤 会不会也察觉出一些端倪 魏冤没有执着于这个话题 继续说道 至于那位三品术士 暂且当他是三品吧 我不认为他是四天剑的孙玄机 不过 这件事 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些别的 许清安精神一阵 请卫公解惑 还是卫公靠谱啊 金莲道长那个老银币 说话藏着掖着 而魏冤对我几乎没什么保留 你和四天剑的楚彩薇相熟 和宋卿也熟 你知道他们各自的身份吗 坚政的亲传弟子啊 许清安不太确认的反问 四天剑的白衣们 并非全部都是坚政的弟子 就如同白露书院的大儒 时常开堂讲课 但真正的亲传弟子却很少 宋卿和楚彩薇 还有杨千焕 就是坚政的亲传弟子 杨千焕是坚政的三弟子 宋卿是四弟子 楚彩薇是六弟子 白衣叔师们喊他小师妹 这有什么问题啊 许清安没听懂 但坚政一共只有五位亲传弟子 这 许清安瞳孔微缩 终于明白了魏冤的意思 坚政只有五位弟子 可楚彩薇却是六弟子 那其中还有一位呢 那一位去了哪里 杨千焕是三弟子 宋卿是四弟子 楚彩薇是六弟子 那位孙玄姬不知道是第几位 孙玄姬十二弟子 那么 大弟子和五弟子暂且未明 一时间两人没有继续交谈 茶室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一杯茶见底 魏冤才继续说道 你醒来的不是时候 魏公何出此言 许清安没懂 张行英 尚书请奏 希望朝廷为你追风 陛下和诸公商议之后 封你为常乐县子 再过几日 圣旨就会下来 魏冤无奈说道 你既已活了 内阁多半会驳回圣旨 陛下多半也会欣然接受 这有什么的 只要该赏的银子不少我就成 许清安无所谓的耸奸 常乐县子应该是子爵 听起来就是个弟弟爵位 不 儿子爵位 以后遇到常乐县户籍的官员 大家相互介绍 对方说 你好 我是常乐县的 谁是谁 许清安就说 你好 我是常乐县子 不懂行的还以为我是人家儿子呢 魏冤看了他一眼 银子只是身外之物 爵位 象征的意义 其实银子可比 你即使成了银罗 手里有权有势 但你的地位依旧尚不得台面 唯有爵位 才是你彻底脱离民级 成为王朝权贵的凭政 你若被封决 许家 便不是寻常人家 而是权贵 将来娶妻 平民女子 就没资格嫁你 必是豪门千金 才能与你般配 能娶公主吗 许清安小声问道 魏冤汉首 嗯 理论上可以 公主是不可能嫁给平民的 未来的夫婿必定是权贵 子爵虽然不高 好歹也是爵位 不知为何 陛下对你不喜 他若不冤 谁也没办法 魏冤说完笑了起来 幸而 你非一无是处之辈 还有回宣的余地 魏公教我 前些时日 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夫妃意外身亡 衣衫不整的 从阁楼坠落下来 当时屋内只有太子一人 且是醉酒 此案 甚是棘手啊 既关乎皇室颜面 又牵扯费力太子一事 三法司 都不愿意卷入其中 必定消极办案 我的妈 太子凌辱皇帝的后妃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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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